听不到只要用心 巧手也可以创造商机 在泰国曼谷 帕逢夜市里头就有一位龙人老板 靠着一双巧手和一把剪刀 剪出了精致的卡片 吸引游客前来 接着我们就跟着厅障搜查员 白庄女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认真检举 他是在泰国帕逢夜市摆摊的龙人老板 凭一双巧手剪出许多不同的卡片 因为手工细致 样式特别 吸引许多游客的喜欢 要用刀裁切雕刻哦 这些全部哦 外国人很喜欢一口气就买31张就都没了 哇买得太好了 像这个还有拿去别的地方买 哦有拿去别的地方卖哦 在泰国其他地方有在卖哦 是的没错 卖手工卡片 在这里不是独门生意 还有别摊 这是福 鸡 泰拳很棒哦 你们看 太太负责卖 先生负责制作 龙人夫妻一起吸手打拼 这一张全部大概要花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这要花三个小时诶 每一张都是用心制作 不过听不到怎么做生意 看大字报告诉他这是我们泰国龙人做的 用看的就OK了 看这边吗 用大字报轻松沟通 泰国龙人老板用头脑做生意 不用开口 一样可以在人生顶飞的夜市创造生机 公民记者白庄如 泰国曼谷报导